好 继续来看到光丰地区农会在农产的辅导推广之余 也提供了在地的就业机会 尤其禁用了原住民比率就高达了25% 那么甚至是积极的零聘拔药族人担任农会的理事厂长 以及组长的主管的职位 那么今年是获得了原民会颁发超额禁用原民特优的奖项 在这边工作有17年 不论是资深干部还是仅有三年资历的员工 大家各司其职认真负责 提供优质贴心的服务 生活主管肯定 农会也乐于经用更多部落族人加入农会这个大家庭 我在工夫农会工作三年多 然后在这里也交到很多原住民的朋友 然后学习到很多 就是像业务上那些成长 就很开心 光丰地区农会在农产业辅导推广之余 从信用部农会超市或者Ion谷谷谷肉品加工厂 提供在地众多就业机会 尤其禁用原住民比率就高达25% 甚至积极联聘聘以及拔卓族人担任农会理事厂长以及主管等主管职务 生活地方肯定 今年又再度获得原民会超额禁用原住民特优奖 我想我们工夫地区农会在地性有两大部落 也提供了很多就业服务的机会 目前我们的85位的员工当中 百分之95以上都是我们在地的优秀的子女都在农会上班 我想这一次得到这个奖是非常的开心 我觉得也是一种喜悦 也是一种殊荣 今年9月初从原民会副主委古仲克拉房案手中接下特优奖 中干事张明发也在第一时间内 与农会理监事团队以及地方各界共同分享这份荣耀现场气氛热烈 中干事张明发感谢原民同仁对农会的努力与付出 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发挥长财 肯定原民职员就是农会最重要的财产 也将带领农会团队为地方农产业的推动与发展全力以赴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